HELLO 大家今天又回到了不知名小物的第三集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這個 這個的話是在那個 就在最近在抖音上面啊 然後就看到很多人在用這個 我就覺得天啊這也太酷了吧 而且真的很方便 然後我就買回來試試看 跟你們介紹一下 你看它這個頭啊 它是有點像是那個蜂巢式的設計 這個是接那個水龍頭的地方 那它可以這樣子 就是你看這樣子轉轉 然後也可以這樣左右轉 好的 那就廢話不多說 我現在先去裝上去給你們看看 剛剛我已經把這個安裝好了 那像平常我自己在用的時候 我就覺得水槽很麻煩 就是可能我今天洗一洗 那我要沖水的時候 我每一次都要這樣接水 這樣倒這樣倒這樣倒 好不然就是拿盤子幫忙 這樣倒這樣倒 我就覺得真的瘋掉超麻煩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試看 是不是真的像影片那樣 就是這個超級方便 馬上來試試看 OK你看輕鬆搞定 有哪一個水龍頭可以像它一樣這樣盪鞦韆 然後還可以這樣360度旋轉 我覺得這真的超帥的 看完剛剛那個洗水龍頭 好不覺得這真的是超酷的嗎 再給你們看一眼 就是這個酷東西 欸我真的覺得我超佩服我自己的 因為目前這是不知名小屋的第三集 但我現在到現在都還沒有踩雷 厲害 那如果你們家裡有什麼很酷的東西 就是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 我就立馬去買 買牌第四集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酷東西在我們的影片上喔 好 就這樣子 掰掰